印度方面认为,阵风战机作战用途相对广泛 从制空格斗到对地攻击,乃至渗兔侦察都能够露一手 显然比印度现役的大量单一用途战机强得多 况且与被印度空军视为重要潜在对手的中国空军坚实相比 阵风大致有领先半代的技术优势 特别是它已有了在利比亚战争中的实战经历和突出表现 让印度人垂涎不已 另外,阵风战斗机还是法国海军航母的标准舰载机 印度坚信未来引进阵风也打开了法国向印度传授航母舰载机技术的大门 且法国也承诺向印度转移部分核心制造技术 有军专家指出,在目前中国暂无现役战机能在性能上压倒阵风 与印度般阵风相比,中国的坚实、坚实一战斗机在超视距能力 空战机动性、导弹性能方面都存在不足 未来必须在雷达、导弹方面重点进行改进 而坚实的改进潜力远比坚实一要大 有希望在机动性、隐身性方面打倒印度版正宗的水平